小猴摘桃 猴身上有一只小猴 有一天留下山来玩 经过一片桃林时 看到树上结满了大红桃 这桃可真大 他跑到树上摘了一个大红桃 蹦蹦跳跳的往前走 索尔索尔经过一个玉米地 小猴扔下桃子 点着脚 掰下一个玉米 他抱着玉米高高兴兴地往前走 索尔索尔经过一块瓜地 瓜地里长着一个圆滚滚的大西瓜 小猴扔下玉米 摘了个大西瓜 抱在怀里 继继续往前走 走了半天 小猴累坏了 便坐在草地上 休息 忽然 一只野兔跑了过去 小猴蹦了起来 丢下西瓜 丢下西瓜 去追野兔 然而 野兔跑得太快 小猴拼命追 也没追上 自己追ches 天 天 渐渐黑了 小猴 赶紧跑回猴山 这 才发现 跑了 一天 还是两所空空呢 小猴